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罪影人,今天继续我们的恐龙快打血战版的一个时光结束 我们昨天就是讲到了这个第四关,今天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第五关 第五关这个难度是更加的变态啊 刚进入关头我们就看到的是一群恐龙 没有什么,就是一群恐龙,还有一群怪物 绿不拉几的这些恐龙啊 居然空中还有一只会飞的,会飞的恐龙 只见胖子还是利用老套路,连续对血沙,然后吃夹血的 我们来看他什么办法拿下这一群怪物 哎,血沙再走一波,看捡起枪再溜 只要是有怪物近身,直接血沙,没怪物近身,直接放墙 这就是他的一个最终套路 但是看他能否通过这个关卡吗 现在又来了一只好像非常大的恐龙啊 这个叫什么名字具体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是一只非常大的恐龙就对了 哎,胖子非常厉害就对了 再给他一拳,这是用恐龙来骗暴击 恐龙骗暴击之后来看继续向前冲啊 现在胖子之间还有刀还有枪 什么枪都有,不知道减哪只好了 他还是最终选择了M16AE 因为这把枪轻便好使子弹多 非常的实用 啊,牵牵跳拳,然后再来血沙 在这里的话就是预防不被这个 这个大恐龙不要被打醒 哎,他在打着大恐龙了 没有想到还是被打醒了 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出来了 但是发生出来就要解决 我们来看孟非如何来解决这个大恐龙 扛起大炮一顿狂轰 这个大炮的特效是可以把敌人给轰碎掉的 但是这个大恐龙我感觉 他还会咬他的这个同盟 看到没有 不知会咬胖子啊 还会咬他的这个同 帮手 哎,先把这些怪物打掉 感觉打醒大恐龙还有一定的好处 哎,还可以 他还会咬这种 这个敌人 第四关的boss居然在这里也出现了 哎,还有这个变绿了的胖子 这个是第二关的boss 各种boss大混杂 玩起来会是更加的刺激 哎,一套组合拳接爆酸 再来个血沙 我们来看再来一拳 乱船打死这个大恐龙 哎,现在组合拳 组合拳一拳撂倒 打出一个大血块来 但是大血块继续放血沙 我好像又看到了第四关的boss 这个是 不死吗 不会死吗 不会死绝吗 这个第四关的boss 死了还会出现 死了还会出现啊 看在这一关 他究竟能出现几次 哎,血块吃一下 组合拳 来一拨 现在又开始放飞盘了 放飞盘的这个boss是非常可怕的 我记得在倒数第二关 倒数第二关的时候 还会出现这个放飞盘的boss 这个数量会更加的多 难度会更加的大呀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记得收看最影的续集 哎,血沙走一下 你看再来一波 这个是第五关了 第五关的话 到最后一关 还有三关 应该是 一共八关啊 大多数的通关游戏 我感觉都是八关 哎,千千一个 组合拳 撂倒 但是再来一套 应该差不多了 带走 捡起一把潘子机 向前冲刺 进身神器 哎,再来一个雪沙 现在的话 这个局势也是完全在胖子掌握之中 看他 利用他犀利的走位 不要看他胖了 跑起来是贼流 哎,被恐龙逮住了 但是 咱没有血块 不要怕 千千过去 打出一把步枪 步枪 在玩吃剂的时候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把枪啊 捡起来 他并没有捡啊 还是利用这种拳脚功夫进行跟他们对打 但是这样的话 快挂了好像 血块不要急 下血的满地都是 这个不用急的 捡起来 继续向前冲刺 看又发起了进身神器 他还是不舍得用这一把喷子 还是选择了这一把 小的冲锋枪 啊,连续的血沙制裁 不断的血沙制裁 现在又开始变态了 这个屏幕 满屏都是这个怪物 没有办法 我只能放血沙 这个让多大的大神来打 也没有用啊 这种情况 只能放血沙 不放血沙 完全没有活路 放血沙吃血 配合血沙来吃血 哎,现在我们来看 他又用什么样终极手法 终极手法来通过此关 感觉胖子还是十分有办法的 你看 这个血沙可以躲过炸弹 还可以躲过飞镖 躲过一切 在这个版本里面都没有问题 只要敌人不开车来撞 你这都没有什么事 一切都可以躲 哎,打一下 还是这个血沙护堆 我感觉他要吃血了 再不吃血 就直接跪在这里了 现在敌人还是在角落 哎,现在敌人好像已经被围在角落了 他们出不来了 在出不来的情况下 胖子,哎呀 前前过来 又一个血沙 直接撂起 但是出来 我们也是不怕的 胖子这个拳脚 还是经得过考验的 还是可以 大家没有什么意义吧 这个是胖子 也是他们四兄弟里面 最强的一个伤害力 大神基本上都喜欢用这个人物 哎呀 一阵狂扫 我就感觉子弹少了一点 还没有打过瘾 然后就没子弹了 看这个是很可悲的件事情 也没有加子弹的东西 在这里 很可惜 一把枪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我都不舍得把这一把枪丢掉了 好可惜的样子 哎 他拿了一把没有子弹的枪 向前冲刺 看来是对这把枪 真的是太宗爱了 在这里捡了一发子弹 然后再重新装起来 啊 前前过去 再来一个血沙 看寄予血沙 现在大神把这里的地图上 每一个情景 已经记得非常熟了 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你只有这样 你才能打好这款游戏 不管哪一款 和闯关游戏都是这样的 你必须记清楚他哪一个关卡会出现什么东西 哎 前前过去撂一下 看再来一个跳拳 前前 哎 血沙走一下 想当年卡无限大炮的时候也是贼溜啊 咱们 哎呀 前前跳拳 前前跳拳 但是现在看到这一款游戏的话 真的是大物件小物 以前在游戏厅玩的都弱爆了 剪一下 还是不剪枪 胖子还是很省的 为这个恐龙快打省枪啊省子弹啊 用最小的子弹通过此关吧 这是想要 大炮都给都不要了 你看如果刚才用大炮轰的话 会不会更好呢 现在捡起一把M16AE 哎 在CF里面是我比较钟爱的一把枪 连续的血沙走一下 把它锯到板边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boss又是三个 每次都加倍 而且加了乘以三倍 三倍的难度 我感觉不止三倍的难度啊 因为还有这个怪物 怪物的话也是增加了很多 增加五倍的难度吧 应该比原版 原版跟那个 跟这个相比 简直就是 小孩子过家家啊 连续的血沙 虽然说这个版本血比较多 三家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虽然血比较多 但是 你得有命吃啊 对不对 你得有命吃才可以啊 这个血 连续的血沙 不信的小伙伴 你可以玩一下 有多难你玩一下就知道了 你不一定有命吃到这些加血的 你别看血多 一开始玩的话 等你熟练了以后 有可能会像他一样啊 打得这么咸手 啊 血沙撂一下 血沙再撂一下 我们看吃个加血的 再撂血沙 前前过去 现在是三个这个 boss 三个boss 看胖子用什么方法能通过死关 再来一下 感觉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套路可言了 就是吃血 加这个血沙 现在又把双方都聚在了一起 在原版的话 把这个对手聚在一起很容易 但是在这里有点难 打死一个就过关了 这基本上是过关了 第二个 哎 没有过关 对了 忘记 他还会变这个恐龙啊 这个boss 还会变恐龙 我们看不会三个都变恐龙吧 打死以后 这个就太可怕了 胖子现在已经也生血不多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通过此关 还 为他的前途感到担忧 哎 一拳撂死一个 但是他好像也要变恐龙了 死了以后 每一个都变成恐龙的 然后再打一遍 真的是可怕啊 可怕至极 三个恐龙一起朝胖子怼了过来 哎 但是胖子并不畏惧啊 使出他 十拳已久的 还我漂漂拳 留一 来一手 哎 这是还我恐龙拳 不是还我漂漂拳 直接把老头打成了恐龙 现在继续向前冲刺 哎 枪都不带剪的 这就是高手 高手从来不剪枪吗 难道说打这种东西 只是吃血放血沙 看着地上的枪不剪 有点这个不习惯 强迫症有点犯了 哎 撂一把 看来现在胖子有点危险了 这个血量还在不断放血沙 然而血块也是慢慢的减少啊 都是这种小血块 没有那种大的血块了 无奈 胖子现在只好捡起一把枪 捡枪就挨打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捡枪了 就是这个原因 捡起来枪 你没有没有时间去发射 就憋火了 就被对手偷了一把 你看还是很多敌人敲他冲刺 直接被撞了 撞到之后再放血沙 放到之后胖子继续压制 嗯 一拳撂倒仨 一拳再撂仨 感觉后面 哎 我们看这个恐龙已经剩血不多了 应该要挂了 好的 怪这个挂下两个 还有一个 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胖子这个移民过这一关 应该是可以了 这一局 而浅浅过去 一拳打在了恐龙的头上 还有一个 这个恐龙有点像马云 大家知 大家看像不像 那个没有变形的时候 大家喜欢点一下关注 在评论区里现在神回复 我们下次见 下次做下一关